嗨,大家好,歡迎回到The Liggy Podcast 那我們這一集邀請到的是在威斯康興大學蜜爾瓦基分校在2020年畢業的Annie 然後我們今天也聊了很多,那Annie她有一些就是自己的經驗想要分享給想要出國留學的學生 那就請Annie分享一下 Yay 就是我算英文很差的一個人吧,就是高中就英文被當,然後學測是後標進中原大學 但就是我就是很想要出國,所以我就把握時間就是真的是加強英文吧 然後我從大一到大二都在準備了雅思 就是我每週末就是大家出去玩的時候我就去讀英文,然後買書去看 對啊,所以就是雖然我是後標進,然後因為我被當,可是我還是有拿到交換機會跟到這邊讀研究所 對啊,所以你想要出國就是努力就對了 沒錯,太棒了,那大家就抱持這個心,然後來收聽我們今天Podcast 那Annie你在學校是念什麼學位啊? 我是在那個Wisconsin Milwaukee 念的是那個工業工程,然後我的專項主要是針對工業安全的方面 然後我在中原的時候也有讀碩士,所以是雙碩士的計畫 然後我之前是讀人英工程 哦,所以你這樣的話算是在中原,他有規定說你要先念多久才能來美國嗎? 嗯,沒有,可是當時跟助理聊就是說,就是中原建議是先把論文先寫好,再來這邊,壓力會比較小一點 哦,OK,所以通常來的學生可能也許是碩士二 嗯,嗯,或是碩士二讀完,這樣子 哦,再過來 對,像我是一年半就把碩士,論文先寫完,就是提選,對 哦,OK,所以等於說你在中原那邊的論文在你出發的當下就已經結束了 對對對對對 哦,那這樣子你總共來美國之後花了多少時間完成這個學位啊? 嗯,就我有點,有點,我遇到一個比較嚴格的老師 基本上之前的學長姐都是在一年內把UWM的碩士是念完 哦,OK 因為我們用中原的學分就是去,那叫做補,那叫做什麼? 就是這邊拿的學分可以拿回去,就是有算這個學分就對了 對對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前面的學長姐都是念一年就好,可是我是在這邊又念了兩年,所以總共是三年半 完成,雙碩士 嗯 所以這樣三年半等於是說,就是扣掉,你說台灣兩年嗎?是不是? 呃,扣掉台灣的一年半 一年半,嗯,了解 然後,我記得你一開始來也有先上英文嗎? 呃,沒有沒有 沒有,你沒有上英文這樣? 對,我沒有上英文 嗯,那你當初是什麼樣的因緣機會決定要來美國念研究所,然後不是在台灣念 呃,就是其實,呃,算是跟成長背景有關,因為我爸媽在越南工作 嗯,所以我韓國家都會去越南,然後那邊就是很多不同的人,有越南人啊,呃,美國人,加拿大人,韓國人,然後大家都英文很好 所以我其實一直很希望把我自己英文能夠提升,因為我到那邊其實有點像啞巴一樣 哦 呃,有個環境嘛,讓我知道說,呃,這世界上很多人都可以講英文,可是我不會講 因為像我的越南朋友,他們會講越南,越南,越南,也會講英文,然後他們現在應該開始學中文了 所以我就覺得,我在國際上,就是,很渺小嘛,呵呵 對,就會想要,嗯 增進自己的英文,然後認識,認識不同國家的朋友吧,對 嗯,嗯,欸,那你在,你在苗王底這邊,也有遇到越南人嗎? 有啊,有啊,有啊 也是有這樣子,你覺得越南人當地算多嗎?你覺得你遇到的? 沒有很 沒有很多 我覺得比,我覺得比台灣人多耶 真的嗎?比台灣人還多啊? 我覺得啊 我其實,我其實有這種感覺,因為我之前去銀行的時候,然後我發現裡面的banker都是越南人比較多耶 真的 就是華人的話,如果他是亞裔的話 我其實,我其實知道就是,我們Miawaki這邊有越南人,可是我其實,除了在銀行遇到,但是其他的地方很少遇到 所以其實,我隱藏了,因為越南人 可是你在,你在UDA邊也有遇到很多越南人嗎? 就是,朋友,呃,也還好三四位而已啦,三四位 嗯,了解,所以,像你在,因為你在台灣念是工,工業工程研究所,然後你來美國這邊也算是一樣的嘛,工業工程研究所 對對對對對 那,那你覺得就是在美國這邊的工業工程研究所,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是覺得就是,如果你想要在美國就業的話,就是讀這邊的研究所會比較容易一點 我覺得第一個最直接的就是說,像我是讀工業安全,呃,就是法律已經不一樣了,因為台灣就是用台灣的工業安全的法律 嗯,可是這邊就是用OSHA,然後還有一些藥品的,呃,衛生安全法,就是如果你要就職的話,你這些他們都是認為是,呃,先決條件吧 你要對這邊的法律有些了解,對,順利,你到這邊就是可以先了解,會對就業比較有幫助這樣子 欸,所以你們這樣你們的課程裡面會有相關於就是,讓你們知道說這邊法律規定是怎麼樣的? 有有有 嗯,這樣蠻好的,就是等於說你來美國念,因為你在台灣的時候可能,如果你要直接來美國工作,可能就不會了解到這些事情 嗯,嗯,那像因為我知道你有在實驗室就是,嗯,就是跟教授做研究,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實驗室是做什麼樣的? 嗯,其實我們是比較偏,怎麼講,呃,我們是,主要是做安全,所以我們有做,呃,呃,脊椎一些,呃,彎曲啊,或者是人的知識的一些研究 嗯,然後,呃,對,然後就任何跟工業安全相關我們都有做,呃,例如一個我們還有就做,呃,工業安全手套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你怎麼講,就是市面上有這麼多,那他們到底有什麼差別? 嗯,嗯,那我們就是去做一些比較這樣子,因為我們老師也有在做安全公司的顧問,嗯,嗯,對 所以你們是希望,算是,你們是要自己研發出一種手套嗎?還是說比較說市面上哪一種手套比較好? 嗯,我們,我們,我們是,對,就是比較,就是給公司,就是,我們去做,做實驗,然後給他們最後的答案,對 嗯,哦,所以你們等於說,你們做實驗,那你們就要買很多種手套嗎? 呃,對,可是,可是,就是,就是,就是有人,有人,就是,support這樣,就還好 嗯,那,那你們,你們在測試的話,要怎麼測試說一個手套好不好? 嗯,所以就是有分,有分不同種,可能用工業,哎,怎麼講,就是有問卷,就是可能在問靈巧度,然後還有測試說,你就是在做些作業的時候,快不快 嗯,然後還有同一面,還有就是,就是我們有分,就是按照,那叫ANSI哦,總共有,呃,三、四種,就是那個,比較的標準,我們就是按照那個去做比較這樣 哦,OK,嗯,就是手套,它其實有一個標準的檢測,對,對,對,嗯,了解,聽起來蠻有趣的,那,那所以,你,你的,你的研究論文就是在太陽 哎,沒有,就只是幫忙做研究,啊,我的部分是主要,因為我們老師也想要研究,一個醫學產品吧,嗯,它叫做那個,KT-Tap,就是,就是,在台灣常看到運動員手上會纏的東西,哦,OK,嗯,對對,那,就是探討說那個到底有沒有用吧,就是用,用生物,生物力學的方式去探討這樣子, 哦,所以那個就,那個算是你的,這個,這個,碩士論文題目,對對對,算是老師給的題目,哎,所以,所以那個,那個,那種,運動,鐵步到底有沒有用 嗯,得出來是,比較像是,那叫做什麼,Placebo Effect嗎,嗯,就是用,用,我們去探討肌肉的氧氣量,嗯,然後還有探討就是那個,電流,就是,因為,你知道,哎,肌肉是用電流傳,傳導的嗎,嗯,嗯, 做那個電流,貼上跟,拿掉有什麼比,是比較,然後其實,差別沒有很大,對啊,所以後來得出來的結論,應該是,是有,是有點效用,可是,從我們,就是從生物,和肌肉,和氧氣,這些方式來看,是看不出不同的,所以我們得出來的結論是,Placebo Effect,這樣子,嗯, 嗯,了解,嗯,那像你這樣求學,就是,因為你也在這邊,算是兩年嗎,差不多,嗯,對啊,對啊,你在這兩年期間,就是,從你剛來美國,然後,的時候,你有沒有覺得說,嗯,你自己,自己認為比較,有任何挑戰,或者是很大,可能很大的挑戰,然後你後來怎樣克服 嗯,嗯,其實還蠻多挑戰的,我覺得,第一個就是,就是,我覺得台灣人來這邊是,就是,比較孤單吧,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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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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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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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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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m Aren't you so much in!!" 像,你自己覺得,就是,嗯,嗯,嗯, 我知道很多就是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本地人 那台灣學生來的話 可能語言會是一個問題 你自己覺得 像聽說讀寫 然後 雖然我們在台灣比較常練的是閱讀和寫作 然後可是你自己來當地之後 你覺得聽說讀寫 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覺得哪一個對你來說比較挑戰性 比較有挑戰性 其實 我覺得都有耶 我覺得都需要預備吧 可是真的遇到最大的障礙是 真的是 說是可以練就好 可是寫是真的需要功力在 會比較困難一點 真的 對啊 所以 可是就只能一直去寫作中心 我之前是每天都去寫作中心 你可以分享一下寫作中心嗎 我其實沒有真正的使用過那個學校的Writing Center 就是他 UWN就是每週可以四小時 就是去做分配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四小時 對 所以你可以每天都去半小時這樣子 然後 就是 就是你什麼樣理由都可以去 可能 第一說 我論文遇到瓶頸 我不知道怎麼寫 然後他就願意跟你討論說 你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去開頭 你可以跟他聊 他可能就知道說 你想要表達是什麼意思 他會幫你找出你想要表達什麼 或是他幫你做一些句子的簡化 就是你可能這句子寫那麼長 可是你其實用很短的一句話就可以表達你這麼長的一句話 對 然後第三句 他可以當你的讀者 然後讓他是不是知道 他就是別人看不看得懂你的論文這樣 了解 所以等於說每一個人 只要 就是你任何學生 只要你有任何關於寫作問題 其實你都可以求助寫作問題 那他們負責就是 就是協助你們的人是什麼 是學生嗎 還是教授 都是學生 可是他們可能都是有 英文系的背景 或者是他們是博士生 基本上很多都是博士生 這樣子 基本上都是研究所以上的 就是你有遇過大學生嗎 就是大學 沒有 他就要求 他們的要求就是你要研究生 哦 OK 嗯 對 嗯 可能也是 對 我覺得這樣好像也有點合理 就是說 研究生以上可能會比較遇到寫作的 寫作的情境這樣子 對 那 像 像你 我知道你在去年畢業了 然後 因為你剛好畢業時間在疫情 疫情期間 然後我覺得疫情其實也是對 大家都是造成或多或少的不便 那 你自己在疫情間找工作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經驗嗎 嗯 嗯 對 就是 嗯 對 就是 對 就是蠻困難的吧 也就是蠻焦慮的 就是真的 嗯 拿到OPT的第一個月是真的找不到工作 就是會蠻焦慮的 嗯 可是就是 呃 就是也會跟很多人聊啊 然後 看有沒有機會這樣子 嗯 對 然後就很多人都幫助我 然後後來是 就是 呃 我找到目前工作是透過我一個朋友 呃 他就幫我跟他們公司的每個部門的長官 問他們有沒有機會 嗯 然後就發現有個長官 他們那邊有個需要 嗯 對 然後 那長官就打電話給我 就是 問我過去要不要面試 聊聊看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嗯 就是朋友幫助還蠻大的 哦 對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就是 嗯 介紹和 就是connection 在美國真的是蠻重要的 有一些機會 然後 嗯 所以你當初就是算是 呃 第一個工作找到就是FostCon 然後你就 就去了這樣子 還是你有 你陸續找了很多 最後才決定要去哪裡 對 我去 我去了 呃 我投了蠻多的 嗯 而且我履歷是真的從 我2016年就開始在準備英文履歷了 嗯 準備了這麼久 很難 真的有面試機會嗎 可能是因為我的Visa的關係 還有 嗯 嗯 嗯 然後我原本想要找 跟人音工程相關的工作 可是 嗯 目前很多 偏 研究方面的 工作 真的要求要博士以上 而且你用linkin看的話 你的競爭度不是博士生 所以就是 哦 人音工程有點困難 對 嗯 所以我才就是 當工程師這樣子 嗯 了解 嗯 像你在疫情期間就是 像你 你剛剛說到 你去公司 跟他們面試 那這種情況在疫情期間 是怎麼執行 是說 視訊的方式嗎 還是 嗯 沒有啊 我就直接過去了 哦 就直接過去這樣 嗯 所以其實 其實就是疫情期間還是 這種 面試的機會 他們還是比較 比較偏好 就是找這個 求職者來公司 直接面對面試這樣 嗯 嗯 嗯 對 嗯 了解 那 像你在發展現在工作到現在 差不多 嗯 幾個月 半年了嗎 嗯 四個月吧 算四個月 嗯 對 那我還蠻好奇 就是像 嗯 因為我想台灣應該 台灣學生應該也蠻知道 就是美 美國這邊就是 因為畢竟 富士康是在 是在 算台灣公司 然後所以也 也稍微有了解到 在美國有這樣的機會 那如果是研究所畢業的新鮮人 嗯 大概在富士康的薪資是怎麼樣 然後 富士康工作環境呢 或者是 給這個員工的待遇 大概是怎麼樣 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其實 嗯 我也不知道這個不會分享 沒問題 可以分享就分享 但是不行就 就不行這樣 沒關係 就是其實基本上 新資的東西 看Glass Store 就是蠻準的 你就看 所以就可能 學弟妹可以去查 Glass Store 然後就 他是固定的 系道是某一個職位嗎 還是主要是 哪一個公司這樣 然後什麼 什麼學位畢業多少錢 他是有分公司跟職位 嗯 OK 嗯 可是我可以講 就我知道 那個 那個Rockwell Automation 是比富士康多 哦 真的嗎 對對對 欸 那你 你當初有 有 就是 試試看Rockwell嗎 有跟你講 真的是 超可惜的 而且真的是 我上 我上Fastcon一個月之後 就是有在當 我有個朋友 他在Rockwell做 他就後來 有在問我 就有沒有找到 他想幫我介紹Rockwell的機會 嗯 然後我就 那時候已經進富士康了 我就覺得 啊 應該是 沒關係 先 先這個把它存檔起來 對啊 嗯 對啊 就是 不啦 我覺得我在富士康還滿開心的啦 嗯 就還不錯 那這樣 我覺得這樣很好 那 你覺得 像 像現在 因為你有進辦公室嗎 就是 那你覺得工作環境怎麼樣 富士康的工作環境 我覺得還滿好的 因為 就是因為我們那邊的廠很新 嗯 因為兩年前才蓋 所以 就還滿新 還滿寬敞的 還滿舒服 然後工程師嘛 就是 有自己的辦公室 那同時有產線 所以我們需要一直走來走去 所以就 我覺得還滿好的 對身體健康比較好一點 就每天那個 記步器都會超過一萬這樣嗎 嗯 就至少達到目標八千這樣 哦 欸那 那這樣其實走很多欸 因為八千其實 如果是 沒有真的認真走的話 其實也不是很容易到達八千 對啊 因為那個工廠是真的滿大的 嗯 嗯 所以你們工作其實是 不是一直在辦公室 你要一直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嗯 對對 還是需要走 因為產 因為我們辦公室在二樓 然後產線是在一樓 嗯 對對對 那你在你在公司是負責什麼樣的職務啊 我剛進去的時候是 主要先當工業工程師 然後後來是因為工作需要 所以我被轉到當 呃那叫做PM 呃專案專案經理 所以我目前 我的工作就是主要是在跟客人打交道這樣子 然後要做Presentation 嗯 然後跟工程師一起把就是事情解決吧這樣子 嗯 那所以PM是不是有自己的team 呃 對對對 就是工 嗯 算是你的工 你底下工程師這樣嗎 是這樣的意思嗎 呃 你可以講一次嗎 是嗎 就是 就是你算是 因為你是當那個專案經理 所以等於說你的底下有一群工程師這樣 然後你要跟他們討論 這個案件 怎麼樣 對對對 就是我每週我要去問他們進度 然後我要跟內部的長官報告他每週的進度 同時也要跟客戶報告每週的進度 哈哈 每天每天都有開會 每天 哦 每天早上到晚上都有開會 就很多會 嗯 你們都用什麼開會啊 Zoom嗎 呃 沒有欸 富士康主要用teams 然後客戶的話是用google meet 哦 google meet 哦 所以其實你也 你也不是用第一次用google meet 你其實有用過 對 客戶偏好用google meet 嗯 嗯 了解 那你覺得 嗯 到目前為止你覺得 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受到疫情影響啊 你覺得公司提供給你的待遇怎麼樣 給我的待遇喔 就是可能 可能你有一些 也許到公司裡面有一些什麼東西可以使用啊 或者是 各種就是那種 公司給你好處這樣子 或者是辦公的環境也可以這樣 你覺得 你覺得 待遇怎麼樣 嗯 嗯 我們是 我們是裡面有小那種cafeteria嗎 嗯 然後有免費的咖啡 然後其實 其實工作環境還蠻自由的 就是你玩到也不會怎麼樣 嗯 嗯 哦 OK 所以 那所以 所以 你剛剛說的你的 engineer 那些你要跟他討論的那些是中國的安逸路耶 對對對 嗯 了解 欸你說 你說你的部門 那你現在在的部門 是叫做什麼 呃 叫做 L10 我們就是 我們是主要在做 那個 大陸叫服務器 我們台灣應該叫伺服器吧 就是server OK 對對對 server的話算是 你們是做什麼 就是做security的嗎 就是 嗯 網路安全這樣嗎 還是是做 欸 沒有耶 因為那些是 比較偏 顧客方面 我們主要就是幫忙做出實際的東西 嗯 嗯 就是 就像電腦 就是裡面不是有主板 然後上面會插記憶卡 然後會插 DC SC 什麼的 嗯 就是幫忙是做是組裝跟測試 嗯 對 哦 所以等於說 測試那個伺服器本身啊 它的運作怎麼樣這樣子 對對對 我們只是在幫忙做測試運作如何 嗯 好可靠度啊 一些方面 了解 欸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講起來跟你的研究其實算是 不太相關的 對 其實沒有相關 那你會覺得說 你這樣開 因為你學的 然後跟現在做的不太一樣 你會覺得說 欸 剛剛開始做的時候 嗯 有 很 很不適應嗎 還是其實 欸你覺得 覺得也是蠻快就適應 適應這樣工作類型 嗯 嗯 因為我不是 嗯 怎麼講 還算有 還是有 我覺得我 也需要兩個月適應吧 我覺得 可是就基本上 就是他們要我做的東西都是我大學又學過的東西 哦 OK 對然後還有研究所有練習用mini tab跟Excel 其實在工作上也用蠻多重計分析的 對 嗯 所以就還蠻還可以啦 對 所以感覺目前的工作 就是這個部門的工作跟你大學學的比較相關一點 對對對 就比較偏工業工程就是本科的東西 哦 OK 嗯 那像你這樣子 在那邊工作 你大概 一天從早到晚 大概是怎麼樣 可以分享一下 哦 可以啊 就是 8點10分 Teams meeting 我們 已過一週 完成了什麼 我們的build plan是什麼 目前的resiveness是什麼 嗯 對 然後10點 跟客戶開會 先開內部會議 然後再過兩小時再跟客戶開一次會議 所以 所以你8點就是那個時間你開第一個會議 你就是要在公司了嗎 還是 沒有就是都在線上的 嗯 OK 對所以就是 一直在開會吧 然後 改資料 嗯 然後 嗯 然後回客戶email 嗯 然後 準備很多報告吧 就是PPT 要報告 嗯 然後報告完之後 還要客戶要寫 approve 或是 呃 Approval pending之類的 嗯 對 嗯 就是一直在開會 報告 就大概 就大概 大概一天 你的工作內容可能就是開會報告 開會報告 然後就從早到晚這樣子 對 然後 嗯 然後到產線上跟工程師跟技術員聊一下他們有沒有需要幫忙的 然後最近進度如何 然後針對 因為我每個 每一件 我們有action items 每一件都是有期限的 所以我會跟他們去追每件事情做完 嗯 就是目前狀況如何 有沒有需要其他人去做協助 嗯 所以我每天都要跟每個人聊天 就問他們做如何 都需要幫助這樣子 嗯 OK 對 那像現在 嗯 當然 當然可能沒辦法比較說 沒有疫情之下 但是如果像現在疫情之下 你 你自己是待在公司的時間比較多嗎 還是在家裡 然後 就是這種 遠端視訊開會的時間比較多 嗯 在公司比較多耶 嗯 對 所以就是因為你主要還是要接觸 不產線的那些人這樣子 對對對對對 因為我們 我們下週 真的下週就要開始產新產品了 哦 真的那個產線 要布線 網路線 測試也要設很多 軟件硬件都要設好 嗯 然後還有 barcode啊 那些網路系統都要設好 對 就是不可能遠端 就是 對啊 工廠一定要一定要 懂得讓人 對 對 你們新產品是可以透露的嗎 哈哈 就是 server 哦 server OK 嗯 OK 我本來以為說做一個什麼產品 這樣子 原來是伺服器啦 就是你們那個部門的伺服器這樣 就是對 只是針對不同公司 新产品都是机密 对于客户都是机密 你们客户主要还是在美国比较多吗 还是有说哪一个国家是你们主要的客户 都是美国公司 都是美国公司 你们在处理的客户大概多半都是在美国 对对对对 可能也是跟政策相关吧 因为之前不是叫做疫情影响 所以很多物料进不到美国 所以其实怎么讲 这也算没关系 然后就很多就是比较政治敏感 所以现在很多都希望是made in america这样子 哦 ok 懂了解 那像你现在工作了四个月啊 你有你有开始想说未来无名有什么计划吗 就是我自己也跟公司内的前辈问过很多 就是职业到底要如何安排 对 就是我自己也会查很多东西 就像是工业工程师的下一步是什么 或是PM的下一步是什么 然后自己查 然后我发现我目前我一直真的不知道 我要未来要怎么计划 然后我自己问前辈他们也是跟我讲说就是真的要工作一年后 你才会真的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你想要走什么样的路 所以叫我就是慢慢来不用太担心现在 了解 不过你今年今年就可以抽第一次H1B是不是 对对对 OK好祝你幸运 可是等一下哦 你抽到H1B的话你可不可以说我保留着 我把我的OPT先用完 可以这样吗 我真的不知道耶 好那这个到时候 你有研究出来再告诉我 或者是你可能你到时候也是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抽到的时候 嗯嗯嗯 不过我想可能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转 会直接转H1B 应该是 嗯因为因为OPT可能你到时候还是要延长 你也是要再办一次这样 嗯嗯嗯就只是OPT给你多了多了一两年 就是抽抽抽的机会这样 抽的机会但是反正迟早早晚还是要抽这样 对对像我的同事他去年抽了然后没上 OK 今年又要抽今年是他最后是OPT 嗯对他也在等会不会抽到 没抽到他就回来回去了 好祝他祝他幸运 对吧 那像嗯你当初 诶FASCON现在是只有在就是WISCONSENT吗 还是他有他有开始拓展到别的地方去 嗯他是先FASCON是从加州开始的 嗯 他有因为有总部在加州吧 OK 然后研究的话在Houston那边 嗯就是R&D在Houston那边 嗯那我们这边算是新 在Indiana那边有厂 嗯 然后目前WISCONSENT是最新的厂 然后WISCONSENT有 目前有三个厂这样子 哦 哦三个 然后都出了不同产品 三个厂是R&SENT一个吗 然后然后你那边那个Malp Mary一个是吗 对 Malp Pleasant Malp Pleasant 对对对 Malp Pleasant两个OK 然后R&SENT一个是这样吗 对对对 哦OK好那那你那你当初就是你在选择FASCONSENT的时候有有遇到说哎要要选地点的问题吗 还是其实你你的这个部门其实就是就是一定在WISCONSENT 嗯对就是找我那个长官他就是在那个场座所以就是就是不会选地点这样 OK了解那像你现在在Milwaukee其实也待了两年啦然后你觉得Milwaukee这个城市啊跟像之前在中原的桃园市 你觉得比起来繁荣度是怎么样子你觉得Milwaukee比较繁荣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呵呵呵欸 吃了还是台湾多啊 一定 这一定的 这边就是 比较整齐吧 很多脚踏车道啊 就是比较友善一点 所以骑脚车蛮安全的 嗯 对啊 那你觉得 交通上呢 交通上 桃圆 就是一定要骑机车 桃圆的大宗高中 大宗交通工具发不发达 不发达 这是半小时一班公车吧 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样算是 大宗交通工具 没有挖去 略胜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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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是从台中来 对不对 我是台中 你觉得台中 比较还是 我觉得 因为台中感觉 就是说 整个台中 是哪里都可以 都可以用 大宗交通工具去 可是 迷尔瓦记这边 可能就是只有 迷尔瓦记这城市 但是 可是这样比 好像又不是 很那个 很公平 因为 因为美国是 城市以外 还有州 州的这个概念 但是如果要比 城市 迷尔瓦记城市内的话 好吧 我觉得台中 可能还是赢一点 可是我们台中 没有轻轨 但是我们 有啦 我们最近有捷运了 真的喔 不错不错 虽然我还没搭过 希望下次回去可以搭到 我上次回去的时候 还没盖好 你下次是什么时候回去 看看今年年底 可不过回去 因为现在就是 我相信很多 就是可能 搞不好你有在计划回去 可是问题现在就是 回去要隔离14天 加7天 自我检疫 就21天 然后所以 我想可能回去可以 多少天 这个是比较一个问题 我当然觉得就是规定 大家都要去加检疫14天 然后再加7 这是非常好的 就是控制疫情 这个是非常有效 可是就是 我们如果没办法回去 太久的话 就是这个政策对我们来说 就有点 有点 对 对 所以 当然会希望说 如果到时候 疫苗打下去了 然后 可能不知道 我其实觉得 即便疫苗大家都打 但是这个 这个政策可能还是会在 对 对 对啊 所以 我如果今年年底回去的话 就是跟上市一样 上市也是 回去也是隔了两年 你来之后 多久没回去了 我去年 一月有回去 所以 有一年还没回去 这样 我疫情爆发前 有回去一下 疫情爆发 所以 一月嘛 就投票那个时候 对 对 我去年一月回去的 嗯 那其实也是 到现在就差不多一年了 对对对 嗯 OK 那 那感觉你可能 下一次回去可能也是 我不知道你们假 你们假是可以 可以怎么样用 好像 我们是一年 可以请二十天这样子 然后就是 随便你请 还是要跟同事协商 就是一定要有人在这样子 所以就是要协商 所以你有了解说 大概你可以连续请几天 大概可能是有人可以放你cover的 嗯 不清楚耶 不过不嫌 感觉大家都是请年底 大家都是感恩节 圣诞节的时候 趁年假 呃 年假的时候 就是请这样子 对 OK 可是如果大家都请那个时候 不是就没人 还是没有关系 那个时候就反正大家也不会上班 大家就是 就是轮流吧 就是 你请感恩 这些人 第一批人请感恩节 第二批人请圣诞节 圣诞节 嗯 对我还在想我要怎么请 那我觉得你可以请农历年 农历年哦 对啊 那个一定不会有人走的啊 美国那个时候根本就是 美国根本没有节日啊 那个时候 对对对 也要看一下 我主要是今年很想回去 还在看 对 哦对啊 也是也是又隔了好一阵子 没回去了 对对对 嘿嘿 OK 大家都差不多的感觉 好 那我们今天就进到 呃 这个访谈的结尾啦 那结尾就是要问安妮说 呃 不一定说给留学生啊 那但是我会更想知道说 你可能给当初的自己 有什么建议 你也可以说给留学生 建议都可以 给自己的建议哦 嗯 呃 但是选比较简单好毕业的教授 哈哈哈哈 我真的选到一个很困难的教授 那我可以可以帮学弟妹问吗 就是工业工程所选谁 你觉得不错 我 都不错都不错 都不错 反正 没有选那个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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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做 那个什么 Otiano Otiano的人很好 嗯 OK 然后他还是统计系毕业 他是统计背景的 所以他在数学上可以帮你很多 嗯 哦 OK 他现在还是系主任吗 应该还是 嗯 应该还是 嗯 对我觉得好像 台湾来的学生好像 好几个找他对不对 是不是那个 秦亚也是他的学生吗 嗯 对 对 嗯 那你们你们来的这一批学弟妹 有人是他的学生吗 我想一下哦 好像 诶 是Otiano是不是他 哦 他是他是 他是Otiano的学生 OK 了解 嗯 对啊 对啊 就是就是第一个 就是能够准时毕业的吧 嗯 就是原本是企划一年就毕业 然后 这个老师 真的太严格了 就是我当然是很好 我有学到很多东西 对 学到很多科学研究的东西 就是 很多数学 然后要批判学习资考 嗯 只不过说就是让我的计划 有点耽误了 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要按照你的计划 去选老师 嗯 对 然后 这个老师也不准我选 不准我做我自己想要做研究 所以我会有点 困难 就是我只能做他的东西 动 动 然后所以 选老师蛮重要的啦 对 对 然后 对啊 嗯 对啊 其他我觉得 对啊 其他我觉得 我蛮常出去跟 跟人交流 所以应该没有太大后悔 这样 OK 那你有希望就是 这个当然选老师是 到美国的事情 那你有没有希望说你来美国之前 也许 以前的 当初的自己 有什么东西可以 加强 或者是 可以 那时候 我有做这件事的话 也许 你在念书的期间 可能会有帮助 这样子 还是 就当然是写作啦 可是就是很漫长的路 就是以前 以前没有好好读书啊 英文就不烂 英文被当掉过来 嗯 对 是到大学才想读书 才开始念 可是写作来不及了 对 就还在加强这方面 嗯 所以可能也许 当初如果多练练写作的话 有帮助 对 因为写作对研究很重要嘛 你要写paper 那工作更重要 你每天都会回email 然后你要写很多report给 给业界里面大佬看 嗯 所以都蛮重要 对啊 对工作跟研究 嗯 好 太好了 这个 相信 相信 我觉得 我觉得对啊 这个 这整个路程过来 感觉你应该是 学到非常多 然后 现在又找到一个 你喜欢的工作 我觉得 非常好 好那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访谈 那谢谢Annie OK 谢谢学长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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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